我建議大家寫的是 所謂的故事型的被審資料 故事型 因為其實 被審資料裡頭 最好是要有一些溫度 或者是讓老師可以看到一些 你過往做事的脈絡 那怎麼寫一個故事型被審資料 這就牽涉到作文能力 大家都覺得 寫作文最差了對不對 如果我有做新冰箱 大家都很痛苦 但是其實 個人申請的這個自傳 在寫故事的時候 並不需要太多的作文技巧 那我先給大家四個步驟 很快速建構一個故事型 故事型 對 要照步驟做就可以了 首先當然就是先找出自己的脈絡 我以前參加過什麼活動 擔任過什麼小老師 做過什麼社團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經驗 先釐清楚 我是民國74年 大專新聞科系辯論比賽變才獎 太棒了 太棒了 太優秀了 放進去 像這種 這種 非常優秀 一定要寫對不對 可以 有的時候 連你平常做的一些手作 或者一些自己的報告 其實也可以寫 就是厲害的可以寫 但我們常常遇到同學 是他根本沒有太多東西可以寫 所謂犯犯的 對不對 還是有東西可以寫 其實這些賣點包含了你的一些 比如說有些同學從小就學武術 跆拳道 這個也是一件事也可以寫 那這是收集賣點 這是第一步 是收集賣點 然後第二步呢 就是把剛剛這些賣點發展成大概一兩百字的小故事 為什麼要一兩百字 因為我不要同學覺得 我寫故事好長好多 一兩百字 老師也沒太多時間看這個故事 好 然後第三個東西呢 就是 那我們在這個故事裡頭 我們把這些故事重新架構 架構出來 比如說我要念的科系 他在意的是我的數理能力 邏輯推理能力 那我就把有這樣能力的故事 重新編輯一下 我們就是四件事講清楚 第一個 這個事件到底是什麼 先講事件 第二個 這中間過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再來 在這個事件中我學到了什麼 因為我畢竟是要申請大學 我要老師看到我的學識 那第四個也很重要 就是我跟這個科系 這件事 跟這個科系 有什麼關聯 對 把這四件事陳述清楚 一個一兩百字的故事就寫好了